话音刚落 就见时间不再顾及师兄弟的情谊 使出闪电奔雷拳 瞬间就将灵书击倒在地 眼看时间再次发起进攻 大徒弟秋生不忍师父继续受伤 随即猛冲上前舍身抵挡 却也被雷电打得倒地不起 可就算这样 时间仍然没有收手之意 只因他为了今日一战 已经谋划多时 自从阴间聘请林书掌管天地银行业务以来 他就一直对此心生极度 甚至不惜设计将自己的亲儿子置于死地 再嫁祸给对方 就是想以此将其除掉 好名正言顺地接管天地银行 这天正值7月15 是阳间的鬼节 为了让下面的五主孤鬼也能收到纸钱 林书便开始叫徒弟印制大额名币 去年不是印4000两吗 为什么今年印5000两 现在物价上涨 上面什么都加 下面应该加点吧 因为今年的孤鬼颇多 需要印制的民币数量随之上涨 所以林书本想把两个徒弟都叫来干活 可他等了许久 也不见二徒弟文才的踪影 直到询问秋生才得知 文才是偷懒跑去了戏院 殊不知 基于戏院里的戏 是专门唱给孤鬼听的 担心文才可能会遭遇不测 林书便连忙带着秋生赶去戏院 此时台上的演员正眼的起敬 而台下只有文才一个人在看戏 师傍 听到秋生不相信有鬼在看戏 林书便给对方开了鬼眼 果然再次看去 台下已经满是孤鬼 还有四个鬼差看着他们 此时一个黑唇女鬼看见文才 不由地被他的洋气吸引 正当女鬼想要下嘴之时 女鬼小力从天而降 一个眼神就将黑唇女鬼吓退 接着他吐出一口鬼气 瞬间就让文才开了鬼眼 看见了四周的孤鬼 看到小力长得如此貌若天仙 文才不禁被其吸引 林书见此情景 为防止小力吸取文才的洋气 便连忙让秋生前去营救 可让林书怎么也没想到 秋生刚走到文才旁边 就同样被小力的美貌吸引 林书见状本想拉红绳提醒对方 怎料秋生竟直接将红绳给扔了回去 转头继续和小力交谈 得知小力是被鬼差逼迫来到此处 秋生二人顿时心生怜悯 为了让小力获得自由 他们便来到鬼差的面前 利用毛山道符 将四个鬼差全部放倒 鬼差躺起了 快跑了 众鬼见此情景 一时间乱成一团 都想趁此机会逃离鬼差的控制 林书本想将他们抓回来 却也为时已晚 就这样小力成功逃了出来 为了答谢秋生二人 他留下两句口诀 以便他们需要帮忙时 可以凭此口诀召唤他 说罢小力消失不见 秋生二人也只好回家 其料两人刚推开房门 就看到四个鬼差正在跟林书讨要说法 经过一番谈判 林书最终答应给鬼差三千万两个名币 以此让对方不要为难自己的两个徒弟 并且为避免孤鬼破乱阳间 林书还找来毛山派的师兄弟们 一起帮忙收复孤鬼 不曾想着却被大师兄时间 抓住了嘲笑的机会 听到这话 秋生二人便想动手反击 却被林书拦下 为了能让孤鬼回到阴间 林书只得人如请求世间 启用毛山的先天八卦阵 经过一番思索 时间最终同意出手相助 但要求让秋生二人 出面将孤鬼引出来 于是两人便扮成小商贩 大晚上挑着能让鬼浑身发抖的豆腐叫卖 很快小力闻声赶来 想要吃两人的豆腐 可秋生二人不愿小力中招 于是便将豆腐的秘密告诉对方 怎料之正巧被赶来的众鬼听到 得知二人要对他们图谋不回 众鬼十分生气地追了上来 秋生二人健壮下的连忙逃跑 顺势将他们带到八卦阵的地方 经过林书的一番操作 八卦阵瞬间启动 接着师兄弟出现 一起收复众鬼 怎料时间竟在此时使出闪电奔雷拳 致使几个小鬼魂飞魄散 大师兄 你要高抬贵手 你有闪电奔雷拳 那些无主孤魂就会有五超声了 那更好 免得他们游离浪荡 你是不是想替这些无主孤魂做主啊 眼见时间不听劝解 几人只得加快速度 好在他们很快就用法器收复了众鬼 此事过后 林书便将答应鬼差的名钱一一烧到下面 可因为数量太多 成本几乎掏空了林书的家底 导致师徒三人的生计出现问题 于是林书便带着两个徒弟 准备去给钱老板看风水赚钱 不曾想就在钱老板询问价格时 秋生却突然狮子大开口 直接要了五百大羊 还正巧被路过的时间听到 没想到你比我很 我才不会要十个大羊 听到报价如此悬殊 钱老板二话不说 就将生意给了便宜的时间 话音刚落 师徒三人就意外发现 石少坚正在偷拽女服务生的头发 为了弄清楚原有 秋生二人一路跟踪石少坚 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 只见石少坚将头发放于道府之中 接着一阵做法 就要开始灵魂出窍 见此情景 秋生瞬间明白 石少坚是要偷偷去女服务生家里为所欲为 为了阻止对方 秋生二人立马叫出小莉帮忙 随后三人分头行动 文才负责将石少坚的肉身藏起来 秋生则和小莉去女服务生家里 阻止石少坚坐肩犯科 却没想到 文才刚开始挪动肉身 就遇到一群狼狗拦路 吓得文才只能丢下石少坚 逃跑保密 与此同时 秋生和小莉提前到达女服务生家中 等石少坚赶来 便立马做法将其下走 无奈之下 石少坚只得灰溜溜地回去 却因为肉身变了位置 导致他无法合体 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 见此情景 秋生二人意识到事态严重 于是连忙回家找师父帮忙 听完事情的整个过程 林叔冷静应对 他先是让秋生二人找回消失的肉身 接着再做法 将石少坚的魂魄召回 说吧 林叔便将石少坚的魂魄收到了灵档中 随后秋生二人回来 他们本以为肉身被狼狗咬得四分五裂 会遭到师父和大师伯的臭骂 没想到时间却是心平气和 只是以修补肉身为由 要让他们找来棺材军 听到这话 秋生当即答应 可他不知道的是 棺材军十分难得 只有在僵尸王的口中才能找到 并且这种僵尸王怨气冲天 要想近身取得棺材军 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 卫护两个徒弟周全 林叔便也跟着二人来到僵尸林 却不想时间想置他们于死地 静在背后施法 让僵尸们出来拜月 林叔健壮 为了给两个徒弟争取时间 便也跟着施法 手举一个假月亮 吸引一众僵尸 看到师父如此伟大 秋生二人连忙吸出僵尸王口中的棺材军 其料两人正准备离开时 时间又一次做法 操控僵尸王和小僵尸们 攻击他们二人 关键时刻 林叔想出一招 因为僵尸是靠气息辨别人类的位置 所以他先让秋生二人在僵尸王附近喘气 接着他再趁其他僵尸上前之际 施法一举将中僵尸见面 随后三人连忙将棺材军交给时间 却不知道 棺材军其实根本没有修补肉体的功效 这只是时间想利用僵尸王 除掉师徒三人的计谋 而真正能让时少坚复原之物 只有英年音乐音日出生的人血 于是时间便抓来好几个音乐 攻击儿子西时 很快他们的尸体被老百姓发现 林叔师徒也跟着动静赶来 经过一番查看 林叔认出他们都是音乐 可正当他疑惑凶手是谁时 就看见时少坚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眼见对方恢复得如此之快 林叔不禁开始怀疑 这些鹰人很可能跟时少坚有关 于是他拿出一根银针 让秋生趁机试试他的羊血 果然试过之后 银针通体发黑 见此情景 林叔断定 此时的时少坚已经变成了一个失妖 并且要想继续维持现状 就得一直吸食鹰人的鲜血 为了能将他绳之以法 林叔几人决定让警察来处理此事 只能当众让时少坚献出原形 于是三人便连夜制作 能让时妖献原形的白宝堂 等到第二天 让文才趁机将其泼到时少坚的身上 然而白天街上人多 文才接连好几次泼错人 直到晚上 文才终于在最后一次完成了任务 却没想到 此时的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没有人可以作证 眼见时少坚追来 秋生二人只得连忙逃跑 幸好林叔及时赶到 利用法器击退了对方 借着时少坚一路逃亡 回到石府遇找父亲帮忙 可看到林叔等人紧随其后事 时间避免此事暴露被对方抓住把柄 便狠心将亲儿子当场斩杀 并谎称此事他并不知情 然而林叔早已看出 这一切的幕后之缘 就是大师兄时间 他也知道 他与时间的这一战即将爆发 为了不让两个徒弟受牵连 他连忙回到家中 给二人分了两只鸡 并让他们走得越远越好 告别林叔后 秋生二人一路奔逃 却不想他们还没走出去多远 就被石少坚追上 原来石坚决定 今日就和林叔一较高下 于是又施法让石少坚复 帮自己除掉林叔 接着石坚还召唤出一众野鬼 追赶秋生二人回到林叔身边 看到两个徒弟再次回来 林叔十分无奈 但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带着两人一起作战 于是他先让两个徒弟 在院中抵挡众武 自己则赶紧回屋制作驱鬼道夫 然而由于对方鬼术众多 秋生二人逐渐招架不住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冲进了屋内 情急之下 林叔只能用写完的道夫 施法将前面的野鬼定住 很快道夫用完 林叔几人只得攀上二楼暂壁 不料此时另一波野鬼也爬了上来 见此情景 林叔便想徒手施法 召唤阴间的鬼差 却不想法力一时失灵 被众鬼抓住空档 一下把他们拉了下去 随后林叔再次施法 幸好这次成功召唤出鬼差 一时间众鬼都吓得不敢上前 为了让鬼差将他们收回阴间 这次林叔答应给对方四千万两 鬼差收下欠条后 便开始一阵做法 随着鬼差手中的哭丧棒一挥 一大群野鬼瞬间消失 然而正当几人觉得事情已经结束时 突然雷声四起 随之石少坚走了进来 见此情景 几人当即布置好机关 就等石少坚重击 却不想两个徒弟再次失手 竟把林叔给吊了起来 可就在两人要慢慢放下林叔时 石少坚突然转身进攻 吓得秋生二人直接松开绳索保密 致使林叔从高处坠落 意识无法起身 危急关头 小丽失法甩出一个坛子 及时将石少坚击退 眼见对方再次攻来 小丽又将林叔抱上二楼 接着林叔拉动机关 利用索妖符 成功将石少坚锁住 而后一阵失法 就将石少坚彻底解决 得知儿子也被林叔打败 时间一时难以接受 随即便催动木春大火 利用木桩就要将几人置于死地 好在关键时刻 小丽再次出手 成功将木桩击退 不料下一秒 石坚手挫雷电赶到现场 接着便以为石少坚报仇为由 对林叔痛下杀手 见此情景 小丽又一次上前舍身抵倒 却也不是石坚的对手 被其击倒在地 随后石坚又是一记闪电奔雷拳 打碎了茅山祖师的石像 露出墙上的茅山八卦镜 林叔见状 知道这是现在唯一能打败石坚的武器 于是他连忙召集徒弟和小丽 将八卦镜拼好 随着石坚使出最后一招 八卦镜也成功将雷电之力 全部反弹了回去 致使时间当场爆炸 化为乌有 一番争夺过后 林叔还是掌管天地银行之人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